老花衣美瑞的 回到大家出版的眼花问题 第一个出版说老花衣 春天买的樱花一直挺好 大面衣干枯黄一点 叶子上的牙领要黄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指点一下 像这种出现一个干边和干尖 都是秋过水 我说你现在浇的水还可以 还蛮多 就秋过水 再一个呢就秋光 秋光的话呢会先发鹤 然后再次发黄 一般都是秋水和秋光 这种季节可以放到外边 你们那边如果说不是很冷的话 好吧 肥料我看你也用了 你看能解决的一个方法 就是拿剪刀剪 每根枝条 我看有两根枝条 一个根枝条上面有两对叶片 其余的剪掉 给一下光照 慢慢就好了 好吧 下一个出版说杜鹃咋了 半甜了一直这样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缺营养了 它叶子皱皱巴巴不伸展 还有一个呢 大家伙养杜鹃的时候一定要盖的 它是典型的血栓 还有一个呢 就是洗潮湿 就是空气里边潮湿一些 如果说啊 咱们大家伙养或者说空气里边很干燥 豆漿发就老是跟你撬嘴一样 一概上有点繁肥水 可以给一些光照 但是不要暴晒 好吧 像错伙说 这个怎么养护啊 高山杜鹃吗 这是 我看着 哎 养不了 我们那个空里边都倒了一棚了 没一棚都没养好 你看 它不喜欢强光暴晒 高山杜鹃 高山杜鹃 它就喜欢在山上那种冷冷凉凉的 就跟山茶花差不多的养护 好吧 这种就是由于什么呢 也就是强光的暴晒 空气的过干 连心长出来 现在有点发黄 这就减性高 导致的有点燃氧不灵 嗯 现在是我 嗯 你看这个月桂花 一朵花开两颜色 是不是渐变 还是不同花味 分别是粉色和红色 这属于一个变异 也属于很正常 有跟老花一样 你看在一个头上 长两个颜色的头发 你要我大就子就更神奇 在一个头上长三个颜色 黑它 白它 黑它 黑它是立上 这属于正常的一个自然现象 你要是说都开这种的话 或许这个还能多支点钱 下个说 我说 看看这个秋香木 别人送的 不光是你的秋香木 还有后面那个应该是发财素 一定要修剪的 你要黑景不能懒 每年都得剪一剪 嗯 好吧 每年五秒分左右 给它剪一剪 然后有点缺光 也得没事 它有点缺肥 吃肥啊 给太阳修剪 下个说 我说 怎么办才好 又是一个重生的茉莉 一会儿再说一下 它不论是养什么样的植物 这个重生的茉莉 它是好几颗在一块 它本身一个盆里边 一颗营养都够呛 你看那一盆里边几颗 它能都长好吗 对吧 就一张床睡几个人呗 家伙呢 一个床上睡二十个人 多大长 那盆又小 那有几的 养茉莉花一定要挑选 两三年的苗子 最好是单杆无科的 好吧 好了 其它的错误 免花问题的 给您视频下面留言 就在 다음下 点个赞